第一个我们刚刚是把资料下载下来 第二个的话把它改成Input Box 第三个我是希望说可不可以帮我绘制变成两个栏位的资料 两个栏位的资料的话有点像是这个地方 像这样的结果 本来是一个嘛 现在变成两个 两个怎么放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宽度部分 本来是我们本来到V总共10个栏宽 那现在我把它变成一半 所以各一半的话就五个五个 所以栏宽改一下 那当然你说老师要怎么化我不会 没关系 其实如果你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美元跟人民币稍微改一下 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本来一个嘛 这个我把它改一下 按右键我把它指定去期 按编辑 或者你到这个里面找找看也可以 美元折线图 你会发现还蛮简单的 就两行乘式 那首先的话美元折线图 要改哪个地方 其实最简单的地方就把宽度 本来是10 改成5不就好了 美元折线图改了5之后 执行看看 先把它删掉一下好了 删掉 然后呢 再让它跑一下 那我只有改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那个V10 V10部分 给宽 本来乘以10 把它改成乘以5 OK一个 那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是人民币 人民币折线图的话 本来是画在下面 可是我不要画在下面啊 那我要画哪里呢 那就画在这个地方 画在R1的地方 OK 所以呢 那我就必须改什么呢 改本来是M11 那你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R1 有没有 这边改R1 R1 这边改R1 OK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地方 它的那个宽度的话 V10 再乘上5 好 接下来来试试看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直接执行 那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结果 应该就放在这里了 那如果E2 OK的话呢 那底下不就是可以 如法炮制了吗 可是问题 那再来就欧元了 欧元的那个部分的话 我们应该是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欧元的话呢 那看一下 欧元我们再把它改的话 应该是M 应该是M1 不是不是M1 应该是M11 有没有 然后这个M11 一样是乘以5 宽度的部分乘以5 那高度不改 好 那你会发现 欧元的部分呢 把它执行一下 就在这边了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出一个规则 如果我今天要全部折线图的话 一样for i 等于1到10 那我要什么方式可以让它 就是说 当我执行第一个的时候 它放在左边 第二个放在右边 而且它的那个位置的话 这边是M 这边是R 一个是M1 一个是R1 OK 当我放两个之后的话 它再把列的部分 再加10 放在下一个 OK 一样两个 再换到下一个 所以如果要满足 刚刚讲的这个需求的话 那该怎么做 其实我干脆把这个 全部折线图 这一段程式复制到底下 改成全部折线图2好了 把旧的保留下来 新的 那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改 所以一样是for i 等于1到10 然后呢 第一栏第二栏到第10栏 然后呢 做的事情理论上应该要是一样的 可是问题 这个地方就会遇到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有左边的图 跟有右边的图 所以理论上应该要怎么样 可以把左边跟右边分开来看待 那什么时候是左边 什么时候是右边 有没有什么一个 可以找到的一个规则呢 那最大的规则应该是什么 它如果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要根据i 这个应该是1嘛 这个是2嘛 下一个应该是3 下一个是4 5 6 你会发现 左边跟右边有个共通的一个差别 哪个差别 左边的话应该就是奇数 有没有 右边的话应该是偶数 那我如果 只要在这个程式里面 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说它的i如果是奇数 那我就放左边 如果是偶数的话呢 那我就放右边 所以有点像一个闸门的概念 然后你是奇数你走左边 你是偶数你就走右边 那可是问题你这个逻辑该如何下 这个我想到的方式 就是在这个下方 等于是column的这一行下面 都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条件 i的词 如果除以 奇数偶数最简单 除以多少的余数 除以多少的余数的话用mode i如果mode mode就除以多少的余数 除以2之后的余数 等于多少 如果等于1的话呢 那表示它是奇数 那如果等于0的话呢 那当然它就是偶数啦 ok 因为能够被整除嘛 所以呢 然后then ok 所以我们可以先打一下一个结构 if 这个是一个条件哦 这个条件哦 如果这个条件发生的话呢 那做这个true的地方 那反之的话就else 所以我建议你enter两下 打一个else 再enter两下 再打一个and if 也就是说呢 先把这个结构先打出来 好 那打出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做什么 把这三行 把它放到这个中间来改就可以了 所以记得哦 要做两次哦 所以这个 这个第一个先复制好了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用移动的好了 反正就要两个 然后处理一个是当基数 我建议按tap键 这边按tap键 ok 那这样就可以划分了 如果呢 当它除以2之后的余数等于1 那表示是基数 那基数的话呢 它的规则应该是怎么样 它的规则应该是 这个 k可能不用动 有没有 那只要做什么地方变动呢 就是把它宽度啦 其实跟各位讲 这个宽度一律都改成5就对了 反正所有都变5就对了 这个一定要改 ok 然后呢 差别是说这边是m嘛 对不对 那底下这边记得改成r ok 所以我这边的话大概改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加了一个逻辑判断 if mod2等于1的话那是基数 ok else endif 然后并且把刚刚那三行程式分别放进来 用复制的丢过来 两个都一样嘛 然后呢 那这边记得乘以5 这边要改 这边五个嘛 宽度 那上面的是放在m 下面放在r 看起来好像应该就写好了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 等一下你弄弄看好了 不过弄了之后应该会发生错误 不过没关系 错了之后再来改好了 那接下来我先把旧的图先删掉 然后我让它弄弄看好了 来弄一下 得到结果 有了 有没有 他下一个什么还是在下面 只是变窄而已啊 其他 我看一下 iMode 所以如果你不确定哪里出错 我是建议你可以设个中断点 这边停一下 然后把它弄一下 所以把这个先删掉 然后让它弄一下 为什么 我知道了 第一个这边忘了改到 这个没改到难怪 这个要改r就对了 有没有 那这边不能改 这边应该改m 刚刚改错了 难怪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跑跑看 那一样 试一下 美元OK了 再下一个 人民币跑 人民币怎么跑对角线了 然后再让它跑 全部跑完 他变成这样了 这这这 他怎么不下来 他怎么突然就下来了 他应该要在上面怎么会下来呢 原因何在 猜猜看吧 到底哪里有错 跟各位讲 应该哪里有错 看得出来吗 如果看得出来 表示你有写程式的天分 如果看不出来算正常 OK 其实到底应该在哪里 k等于k加10 有没有发现 因为呢 奇数 它如果加了10之后 它也会害偶数放到下面 因为它加了10之后 它这边放在m1 如果你加了10 它不就变成r11了吗 然后再来变成m21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很简单 最后只要把基数后面的k等于k加10 delete掉就好了 只留下这个偶数的地方 因为我要1、2 2的地方再换到下一列 所以这个保留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OK 资金看看 资金 看一下结果 有没有 这个OK 1、2、3、4、5、6、7、8 没错 OK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资料 整个通通都把它下载下来了 OK 那 当然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放两个 我放三个 可不可以 那可以啊 你放得下都可以 你放10个也没问题 很像的 甚至呢 未来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放在另外一张表格上面 另外工作表 当然可以啊 只是你要告诉他说呢 我资料在这个工作表 图在另外 那跨工作表 变成你如果要 这个run的话呢 那变成有个地方 一定要加许子物件 就告诉他说 哪一个工作表 我要放这个图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最后的结果大概长这样 那我刚刚再把重点 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先试着乱乱看 美元人民币欧元 然后找到规则 规则的话就是说 左边右边各一个之后 换到下一列才变动 所以呢 我分别改了几个地方 就刚刚提到的 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一定要加 记得哦 结构一定要先打 而且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然后呢 宽度记得呢 把它改成5 然后如果左边是在M Lab跟Tub 然后右边的话在R 最关键的地方记得 把这个基础的地方 K等于K加10 一定要删掉 如果没有删掉 会变成对角线的 OK 除非说你本来就想这种效果 对角线的效果 不然的话呢 就会是出问题了 OK 试试看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全部则线图呢 就放成两个栏位了 那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改一下 改成别的工作表 或者我不要两栏 我想说我要三栏 三栏怎么办 反正很简单 如果你没有答案 你可以先放放看 人民美元先放一下 人民币再欧元 对不对 然后再换下一个 你把那个规则找到 其实理论应该不难 就变成说你可能 主要跟 如果三个栏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什么 要三 就是if的话 变成多一个elf 就变成说三种判断 有没有 现在是两种 true跟false 然后呢 如果你三栏变成说 要再多一个判断 就是elf 一个什么条件 如果 如果 可能如果要改的话 就iMode3 有没有 如果等于1的话 那就是第一个 等于2的话 就余2 那就是等于第二个 那如果为0整除的话 那就是else 那就是放在第三个 那也是一样可以 类似 所以用那个Mode来做 应该是最简单的 OK 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不用Mode来做 有没有别的方法 当然有啦 不过你可以想想看 看有没有比较 简单一点的方法 OK 我想到的是最简单 是求个余数吧 OK 不然还有什么方法 有没有更简单的 不然这个方法是人想出来的 试试看 大家有点 22 梯 梯 感谢观看